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 我来了 大家看看这个新能源大楼 气派吧 这个海洋发电的这个船 为止关注 我就搞不懂这个海洋 怎么浪华打了以后 它能发电呢 是这样的 它是整个庄子了 它是漂浮在水中间的 像红色以下的部分 就在水下面 白色的是在水上面 然后它就有一个 叫半浅式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它漂浮在海面上之后 正好这一部分 我们叫它西波浮子 它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里面是有浮力的 海浪过来了之后 它始终是贴着海浪的表面的 海浪上 它就跟着上 海浪下 它就跟着下 然后的话 它就跟着运动了 这就把波浪能 转换了它的机械能 我们又带了液压缸 液压缸的话 它一上下运动的时候 就把液压缸来回 拉伸拉伸 这样拉伸之后的话 它就是把那个 它的机械能 又转回液压缸的液压能 这里面的话 其实是有那个能量 那个转换系统 就是把它储存在一起 储存在里面之后 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它再释放出来 本来是波浪之后 就是随机的 时高时低的能量 那一储存之后 就像进了一个大水库 进了大水库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 我们就让它均匀地放出来 能量就会比较平衡的 像这个装置的话 我们控制了三个小时 可以上下一次 这样的话就是 在海上作业的话 就是想那个天气窗口 就非常快速 因为海上的那个天气 是缩辫就比 说来浪就来浪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 窗口的话要抓住 哦